明天安 感謝先生帶領我好段時間沒有來了 今天又來到這邊 和你們一同受傷你的話語 一站上獎台 你的心裡頭有一種感恩 就是雖然可能有一些些比較陌生的心口 但是有不少都是非常熟悉的心口 為什麼要覺得這幾件感恩的是 起碼表示在南港塘有一群的弟兄姊妹 他們是學習忠心的來回應上帝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離開的人就不忠心 我的意思只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代中 很多時候有許多的因素會影響我們去思考去做主義 就像剛才我們所說的經文裡面 耶穌就提到了他為什麼他那樣回答 約翰的門主 他說你們來到底要看什麼 你們來到底要看什麼 如果我們把場景放到教會裡面 我們也可以這樣問 你來到教會是為了什麼 當然如果你在教會裡面得不到這樣的一個滿足 你自然就去想要找一個可以得滿足的地方 所以我會說 我們要常常學習求聖靈光照福 我們來教會到這裡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些的新聞 可能是教會界的新聞 這兩個禮拜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教會界的事情 不是台灣我講教會界 你們知道我講的是哪一件事 除了聖經之外 新聞也要看一看 我們不屬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活在世界當中 世界的事情跟我們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整個世界都在上帝的手中 不是只有教會在上帝的手中 整個世界都在上帝的手中 很多的事情 為什麼上帝容許他發生 並不是上帝讓他 或者是上帝主導他發生 而是上帝容許他 容許的意思是因為 這裡面很多的問題 不是上帝一手造成的 而是人造成的 上帝要我們藉由這些人所造成的問題裡面 好好的去思考他的話語 學習關乎生命的功課 所以我們必須也要留意 在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情 上個禮拜 還是這個禮拜 應該是上個禮拜 這是第一天 上個禮拜有一個新聞 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教會 城市豐收教會 他們的主任牧師 你們知道是誰嗎 湯熙牧師 他被宣判了八年的徒刑 明年一月他就要去做了 你們對他要陌生嗎 不陌生 不陌生 那一定是聽過 有沒有參加過他主領的聚會 有 聽過他的聚會 好 對不起我講太慢了 我應該馬上接著說 你們不要回答我 要不然我們都有點尷尬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講些關注他的事情 OK 參加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很可能我們參加聚會的目的 是想要更多的拓展自己屬名的事業 很可能是我們想要更多的去學習 明白一些可能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帶著這樣的心去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必須說 有的時候 教會要發關 教會的傳道人要發關 在我的教會裡面 以前 近來沒有 以前 會有弟兄姐妹問 牧師 為什麼我們教會的報告欄 很少看到特會的海報 我說有 都會寄來 幾乎所有台灣有辦特會的海報 都會寄來 但是我會過敏 不合適的 我就把它放到輝瑟上去 難怪我們教會不太有特會的海報 我說原諒我這麼講 在台灣許多的特會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講是有問題的 我們必須看這個獎人 他的背景 康熙牧師的背景你們曉得嗎 不曉得 好 我要跟你們傳道說了 以後有特會消息 要先過濾一下 康熙的老師是誰 你們知道嗎 瑞典最大的教會 道上教會的主任牧師 叫做奧克曼牧師 也來過台灣 那個牧師在前年發生一件事 他離開了他的教會 加入了天主教 為什麼 他說 他覺得 在基督的教會裡面 好像跟世界沒什麼太大的分別 可是在天主教裡面 他看到一群單純敬畏追求主的人 他想跟他們在一起 我講這個話的意思就是 他其實已經講出自己的問題了 就是 他覺得在教會裡面 好像跟世俗沒什麼太大 那個的意思是 教會的目標 教會的價值觀 教會的方向 好像追求的跟世界一樣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有個名字叫做成功神學 這個成功神學是什麼呢 就是他曲解了聖經信心的意思 然後認為 只要是我們願意的 上帝是賜福的上帝 只要是我們願意的 他會賜福給我的 而這個所謂的賜的福呢 跟世界是一樣的 因此 他們把失敗 或者是生病 都視為是咒詛 他們認為一個蒙神賜福的 就是要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事業順利 當然我沒有說這樣不好 可是我必須說 不是所有的上帝的賜福 都只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他們強調 必須要這樣子 所以他們要強調的 就是要追求卓越 所以禮拜堂要 越改越大 越改越漂亮 禮拜堂的人 要越來越多 最後這一點 禮拜堂的人要越來越多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忘記是去年還前年 榮傳道跟我講 他有在考慮 是不是要請辭 南港唐傳道路的位置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他覺得很虧欠 教會的人數 往下走 他覺得是他的虧欠 他沒有好好的帶領教會 沒有好好的幫助弟兄姐妹 也沒有辦法去滿足弟兄姐妹的需求 所以他覺得他是不稱職的傳道路 他要請辭 我就問他 你覺得你忠不忠心 他說 我自己覺得我應該要算你忠心 我說 你有沒有不講神的道理 他說 我沒有不講神的道理 我問他 你有沒有不關心弟兄姐妹 他說 我自認為雖然我有限 但是我自認為 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去關心我的弟兄姐妹 我說 那就好 什麼叫成功 什麼叫失敗 人數嗎 會堂的大小嗎 會堂奉獻金額的多少嗎 那叫成功 那叫失敗 那是世界的想法 對不對 什麼叫成功的誤會 能要越來越多 然後一個堂 接一個堂的換 越換越大 然後名氣越來越大 我告訴各位 通常出問題的 也都是這一些 我剛剛講的 康熙牧師的老師 阿康曼牧師 跑到電路教去 康熙牧師 因為 這個挪用 挪用教會的崩壞 而要面臨 牢育之災 各位知道他為什麼要面臨牢育之災嗎 就是他教會很多 他教會大概每個禮拜 有三萬個聚會 然後教會裡面 很多所謂的社會精英分子 我不是說精英分子不對 我要講一下一次 很多社會精英分子 當然相對的 這些人的社會地位 或者是財力是比較豐富的 他們也樂於奉獻 所以這個教會非常非常有錢 他的妻子你們曉得 叫做何曜山 何曜山 這位師母 聽說前兩個禮拜 案例做牧師 但是他不管教會的事 我不曉得這個案例的意義是什麼 他案例了牧師 但他說他不介入教會的事情 這位師母 他們的講法是 他要用歌曲走福音的路線 是用歌曲的方式 所以他要辦很多的演唱會 然後他甚至到美陀去出唱片 為了這樣子的緣故 他們動用了教會的建堂基金 然後說是要去購買什麼債券 然後透過一些財務的操作方式 把這個錢拿去投資了 像聽說有五百萬美金的樣子 拿去投資他在美國的歌唱實力 那當然後來又傳出來了說 哇 有沒有投資不曉得 但起碼買了豪宅 然後生活過得很奢華等等 那些東西我們沒有第一手的資訊 我們不敢說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從法律的角度 它是違法的 新加坡政府判它這麼重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罪名叫做背信 什麼叫背信 背信 我們講一般的話就是 違背了你的諾言 叫做背信 對不對 後背的背信 相信你的信 違背你的諾言 什麼諾言 教會這些錢是該做什麼 就要做什麼 你沒有照著去做 就叫做背信 所以他們把教會的錢拿去做這樣的不用 雖然有人替他辯解說 反正他最後還是做福音的工作 我必須說 是不是福音的工作 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做福音的工作 神常掛個石下 就叫福音的工作嗎 所以我想這個呢 我們很難去界定 但是我只知道說 起碼既然教會是有這些規矩 專款專用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這樣來不用 教會裡面也常常會有這種情形 我們為了達到一個什麼目標 我們就自己開了會議 那就可以了 然後自己就決定去改變一些遊行規則 這個是不對的 在這件事情裡面 在這件事情裡面 我們要去問 問題出在哪裡 它所傳的內容是什麼 成功神學追求卓越 這是符合聖經的嗎 它所使用的方法包含文化音樂這些 一定是絕對的嗎 我必須要說要很小心 如果這樣的一個論點可以成立的話 那請問要什麼人才可以跟吸毒的人傳福音 什麼人才可以跟吸毒的人傳福音 所以只有吸毒的人才可以跟吸毒的人傳福音 顛倒過來說 為了向吸毒的人傳福音 所以你我都要怎麼樣 都要吸毒 你會說牧師太極端了吧 對有點極端這個例子 但是我們的思維不就是這樣子嗎 誰說跟年輕人傳福音 就一定要穿跟他們的一樣衣服 跟他們說一樣的話 誰說的 我不認為是這樣 這福音本是什麼 神的大能 不在乎人的能力 不在乎人的經驗 我們常常犯了這個錯誤 我們以為要用我們有多好的條件 我們才能夠跟人家傳福音 錯了 傳福音是你我都應該去做的事 但是那個結果是上帝的事 我們必須希望自己能夠 越清楚福音的內容 越能夠清楚表達福音的內容 這是好事 但是你不要以為 你這樣子的就代表 一定可以讓人信主 耶穌一生帶你幾個門口 我們也簡單說就是十二個而已 對不對 這十二個都很優秀 都很拔尖嗎 原來我這麼說 好像成才的沒有幾個對不對 你知道嗎 就是脾氣暴躁 對不對 約翰動作就是 要不要我們求生 降下火來燒死他們 既然不接受 就燒死他們 哇 約翰是這麼火爆的 沒想到這個人後來變成什麼 愛的使徒 他的心中充滿了愛 約翰是